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 四种频道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 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 让正常发挥的声音 不会被消失 我每次看到林飞凡 我就只想看到他 我见到他一定要讲一句话 就是说三个字 去当兵啦 要啰嗦啦 每天喊打喊杀 支持那个帮助谁 他老兄就是没当过兵啊 对 我看他到日武训啊 搞不好两周就已经 屁股都要留了 三千跑三百就可能就受不了 可能就倒地不起啦 在那边胡扯什么啊 对不对 这个什么白子有革命吗 这不就跟西方一起唱和吗 这叫革命吗 对不对 这是对防疫政策的一种不耐而已啊 对不对 一种成抗运动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真的是 我是觉得真的活在自己的梦里啦 那我倒要讲一讲那个苏纳克啊 这个人我觉得时空错乱耶 他讲这一切如果发生在1997年的话 还有一点点根据就是香港还是英国的 对不起 香港归还中国以后 英国直接退回到英伦山岛了 他有什么战略利益啊 他有什么是什么 人家就很奇怪了 他在十万八千里就说 我要打你 我现在不修理你 你给我等着 你干嘛 神经病啊 对不对 你还以为你是什么 什么你19世纪啊 你还20世纪 第二次大战以前啊 拜托啊 讲那个话真是时空错乱耶 就是说这种你没有那个条件啊 就讲这种话 你没有那个实力 你去挑战一个 你根本没有 你根本没有实力去挑战对象 人家说你就是神经病 不自量力 时空错乱 那这个加拿大更好笑 高中篮球队 每天坐在那边看电视就说 你那个Lakers你给我小心 我们明天痛宅你 喇叭詹姆斯 你不要太嚣张 我明天就去球场 在你头上灌篮 就说160公斤 就这个意思啊 你小心我盖你火锅 你再给我那么嚣张 干嘛 这两个国家真的疯了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你知道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美国是阎王 这两个小鬼啊 就要搞得自己一副很难缠了 问题是这个阎王 自己都照不住了 小鬼那么难缠干嘛 对不对 这两个小鬼真的好笑啊 我是觉得很好笑 那台湾这个蔡一啊 连小鬼都做不了 真的 小鬼前面的 小鬼中的小鬼 小鬼前面的小鬼 小熟啦 小熟啦 你在干嘛啊 我今天看一个访问这个 访问一个民众 讲得非常好 你每天在搞什么台湾独立 给你机会你独得起来吗 对不对 你天天还把那个当省主牌 然后呢 还去挑战大陆 人家现在根本不理你了 你上次那个黄岛军演 你躲哪里去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整个的 我觉得最荒谬还是蔡一一这个政权 这一群人 事实上 他的抗中保台台 现在我们再推他一下 再把他揭穿一下 已经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抵抗的意志 根本没有保台的任何的这种能力 你抗什么中啊 你今天你要有个能力 你再去抗嘛 就跟人家苏纳克 人家国家 现在还有两兆多的这个 这个GDP 还算不差 虽然被印度赶上了 所以印度人县做首相 是理所当然了 人家还有点底气 你在那边讲什么 还要去伸援 人家没有的事你去伸援 然后呢 还是这个 尤其那个苏贞昌讲话更妙 要注意 注意什么 趁机打台湾 注意你就趁机打台湾 你上次的时候 人家没打你都躲起来了 打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啊 那照你这个逻辑 反送中的时候 应该就打过来了 送苏贞昌 几个字 回家去卖哨把啦 回家去卖哨把 好来我们往下看 提醒民进党的朋友 做这种事情不重要啦 重点是赶快检讨自己啦 不要左边还想要抗中保台 右边还想要抓战犯 还抓到我们亮哥头上去 你妈好嘞真的是 来选后民进党是否追杀战犯 包含谁 王世坚 高嘉瑜 这个何志伟 郭正亮 我叫你们做成黑衣白 是做成像那个通气犯 你把他做得好像人家怎么了一样 搞什么东西啊 搞什么啊 是你们没有交代清楚 还是我们这个CG4的同仁没弄好 你不要在那边追个方的 写个wanted吗 还盖个章 奇怪耶 对不起啊对不起 还好四个都是我好朋友没事 来 王世坚揭入网军内幕啊 还炮轰陈时中 好战犯 然后这个选前高嘉瑜去 炮轰这个彻翼网军是猪队友 战犯 踢爆民进党的黑道核心 何志伟 战犯 然后亮哥苍苍大接民进党的黑幕 战犯 现在说把这四个人拖出来啦 该开除的开除啦 该让他没得选的 让他没得选啦 还有我们高嘉瑜都说 搞不好我都快死在这个战场上了 我们来看现在还有这个翁达瑞 跳出来说电梯里有人放臭屁 第一个开口怒骂的人 通常都是放屁元凶 是我在说高嘉瑜跟王世坚 我想你可能也是常常在电梯里面 不是放臭屁 可能会留一点什么东西出来 另外还有前民进党议员也说 对于高端新竹球场等等议题的抹黑 高嘉瑜王世坚不但没有办法解释 还落井下石 然后这个指示赌篮粉专誉说 要不是民进党正规军废到笑 需要我们出来战吗 我们是网军可是是因为你们太废了 支持民进党的网络乡民 全部被打成战犯 难道你们这些正规军王世坚 高嘉瑜不用出来扛责任吗 这个话让王世坚气炸了 甚至痛骂说稍微有羞耻心的人 网军就要闭嘴 没有你们讲话的愤 那高嘉瑜女生有点怕怕 他都说不墨而生 凝鸣而死 我想我很快也会死在这个战场上头 现在甚至在上报还爆出内幕 说蔡英文请陈时中跟团队到总统官邸吃便当 众人对何志伟的烟心很不满 还说要把梁文杰拉出来 换掉何志伟 那甚至呢洪耀福也讲 说何志伟讲这种似是而非的故事 伤害陈时中 什么黑道治国 你才是民进党的败类 那何志伟当然也要出来讲话 说当前讨论大是大非 要努力找回理想跟价值的时候 回应这些幻想文的知为末节 我会对不起我的支持者 我怎么可能弄一篇新闻 伤害自己跟陈时中呢 那还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议员 前议员PO郭正亮要先处理 那亮哥就说 我已经两年没有缴躺床费了啦 就算真的被开除也没关系 只是让民进党同温层更厚 有伤无异 随便你随便你 来我们请货文科 最近我们财政部海关的统计 我们的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都是 负成长 那就是因为大陆经济放缓的 这个直接的原因 就是连带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说 看到大陆的这些抗议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那有一句这个谚语 就是未经他人苦啊 莫劝他人善 其实我们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从来没有封城 台湾这么多县市没有封过城 连静默管理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们甚至没普筛啊 这个防疫也是真的 这个乱七八糟 这个你就讲这个疫情 我就说其实这个大陆 是要送我们疫苗的 大陆它的国家政策的关系 它要保护它的本土生技产业 他们虽然拿到大中华代理权 可是他们不能打复辟胎 到今天还是不能打 所以他拿到代理权 是要送我们疫苗 但是我们的蔡政府 把他扭曲成说 大陆在挡我们疫苗 这个实在是 这个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说这个很辛苦 那至于这个 丹安管提到这几个战犯 我是觉得很虚伪 特别是高嘉宇跟王世坚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也不敢讲真话 怎么会叫苏贞昌负责呢 怎么会是苏贞昌负责 都是蔡总统决定的 蔡总统才是头号战犯 怎么会去把矛头指向那什么 去骂王浩宇什么太监 然后呛苏贞昌下台 然后什么叫陈建仁去接隔魁 我不晓得 因为我跟你讲 王世坚跟高嘉宇都太聪明了 聪明到他故意胡说八道 那可怜的是拿麦的那些记者 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因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嘛 因为把防疫跟选战绑在一起的是蔡英文嘛 提名就是要陈时中去选台北市的 也是蔡英文 要把林志坚安排在桃园的也是蔡英文 去保护林志坚论文的也是蔡英文 那你们都知道是蔡英文 当初林志坚的事情 也是王世坚跟高嘉宇出来抗议 那你们抗议你们只是把林志坚骂个两句而已 你们敢说去林志坚的后面就是柯建民 柯建民的后面就是蔡英文 你们也不敢讲 你们现在只是拿苏贞昌 叫苏贞昌下台 苏贞昌下台于事无补 接棒的譬如说是郑文昌好的 或是你推荐的陈建人好的 他老板还是蔡英文 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观众朋友 是蔡英文他执政这六年多 我们的两岸关系倒退了多少年 这是错的嘛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每天一天到晚 就刚刚帅将军讲的 每天在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在民进党前面2020选举的时候 他藏到甜头了 他就用恐吓牌 他就玩抗中保台 大家就把票托给他了 所以他才有办法拿到57%的选票 拿到817万票 有史以来最高票 那抗中保台有用吗 那裴洛西来的 飞弹打到头上来的 抗中保台这次芒果干就卖不出去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抗中保台是谁讲的 是蔡英文讲的 我拿一段这个录音给大家听 这个就很清楚 我也特别的批评 这个邦尼格雷什尔 这个街大使就知道 这个XX 葛来宜说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地方选举 跟抗中保台无关 跟China无关 那选前是谁把他绑在一起 是蔡英文把他绑在一起的啊 帮你跟他说 什么你做的 莫名其妙 这个我是不想用脏话骂你 你是你 XX 不是你莫名其妙嘛 打这个牌的人是蔡英文啊 那你现在选输的说 这个跟抗中保台无关 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 来来来 很抱歉啦 这话很难听 你自己听啦 我就不念了啦 我们守住了台湾的民族 我们没有让台湾变成香港 我们跟一起守住了台湾的疫情 没有让台湾变成武汉 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 没有让台湾变成香港 没有让台湾变成武汉 在消费这个事情的人是蔡英文 说得真好 公开讲的啊 这都有录音啊 这还有录影 你说现在选输的 然后是走 战犯当然是蔡英文啊 我也同情王世坚跟高嘉宇 因为你们不够勇敢啊 你们只能隔靴搔扬 说苏丹昌下台了 王浩宇你是太监啊什么 每天你每天都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但是跟我讲 郑春琪啊 他可能是最近年纪大了 他说惠文啊 他们两个一定很勇敢了 勇敢个叉叉勇敢 郑老师那个叫勇敢吗 你们不敢把战犯的名字讲出来 然后抹一个名字说 我们这个要改革 我们要找什么 不要了啦 那如果说你们连真正的问题核心 都不敢提的话 那你们也不要找战犯了 因为战犯这么明显 就是蔡英文本人 对不对 就是他搞的全部 都他一手提名的 他也没收初选了 那你们只敢骂没收初选 那没收初选是蔡英文 坚哥你不敢讲啊 你拿到的最高票 你也不敢讲 那我怎么可能会那个呢 这个就跟 但是我讲句结论 这个就跟什么交情无关了 就是你敢讲我帮你按赞 你不敢讲我当然骂你啊 不然呢 习近平蔡英文我都骂了 我不敢骂王世坚 你也好了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